台積電飛往美國亞利桑那後 海外擴廠腳步從不停歇 現在還傳出有意進軍中東 華爾街日報報導 台積電高層近期走訪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評估在當地設廠 而且規模不輸台灣最先進廠區 甚至競爭對手三星 也同樣有這個野心 在外資到當地去設廠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想當波斯曼地區AI領導者 資金正是一大優勢 但想吸引半導體巨擘 挑戰可不少 一來晶圓廠耗水量大 但阿聯的水大東來自海水淡化 還得後續進化 二來現階段欠缺完整供應鏈及人才 再者中東可是美中角力 一大戰場 NVIDIA和卡達電信商 Orido今年六月簽下協議 準備供應AI給中東五國 引起市場高度關注 因為美國一直擔心 中國會透過中東國家端漏洞 繞到取得被管制的先進技術 台積電如果前進中東 勢必得面臨更多地緣政治風險 針對中東設廠消息 台積電也作出回應 強調始終以開放態度 促進半導體產業發展 然而公司正專注現有的全球布局 並沒有新的海外投資 具體計畫 護國神山想當世界的台積電 踏出的每一步 都將牽動全球晶片脈動 華視新聞黃澳天沈興順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